我们有好久一段时间没有尝试新的活动了 这不禁让我们想到我们是否太安逸于舒适圈了呢 舒适圈是指我们习惯熟悉的生活方式和环境 在舒适圈里我们感到安全放松 不需要承担任何风险 然而我们若一直待在舒适圈里 相对的你就无法成长和进步 踏出舒适圈尝试新的事物挑战自己 这可能会让我们感到不舒服害怕甚至失败 但只有踏出去我们才能获得新的经验 学习新技能从而提升自己 踏出舒适圈并不容易 需要我们有勇气和决心 但若遵着从小是做起 找一个支持你的人 以及做好失败的准备 三个原则 这样成功的几率就可以大增 今天我们加入了一位年轻的新伙伴 来带领着我们这群中年人 冲破舒适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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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叔今天去哪里 今天要去 我们今天要去哪里啊 要听你安排啊 今天是我的好朋友小兄弟 小我们差不多二十五岁 二十四岁的小兄弟小杰 我们从小一起认识了 他十几岁到现在 然后呢 他今天要带我们去一个 他以前去拍婚纱的地方 那已经很漂亮了 我把这个关掉了 我这样子应该才听得到吧 那多听得到 好好好 然后呢 这个地方我去过 很困难 我们的车子是 如果要开进去的话 可能我们的车子就回不来了 真的假的 真的 这地方是一个很漂亮的 有点困难的地方 逆境 逆境对 但是我们今天要在那里 做一件应该是蛮享受的事情 不像我们平常那么狼狈 就是比较舒服 对对对 那我们详细的行程呢 好 然后我们过程 请那个小杰呢 帮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 小杰 嗨 你好 大家好 我们今天的行程呢 是从游戏指发 然后出游五十三里 然后就到厚棍城 然后再下青山 然后青山就可以到 那个青山的 神明海岸 然后我们再游 一分五三 回台北 一分五三 再继续 但希望再回台北 好 好 好 那我们的海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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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出发了 出发 出发 跟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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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发 台湾未出亚热带 又四处缓海 整年向来 我们去海边的次数 一只手绝对熟的玩 这次借由年轻伙伴的安排 我们要来试试看 海边简单也吹的乐趣 不到半个小时 我们就抵达了五指山青西亭 这边视野辽阔 可远眺台北盆地 淡水河观音山等景色 今天的天气好 所以景色特别优美 加上青山山上特别凉爽 十分舒服 中文字幕志愿者 稍坐休息之后 我们就又往金山前进 在小杰子带领下 我们骑行在山间的公路上 这是第一次来到这条公路 沿路遇到许多运动的自行车队 还有登山跑步的民众 我们猜 这个应该是地区的热门景点 骑行在绿营相班的路上 真是种幸福啊 半个小时后 我们就到达万里的市区 这次的目的地神秘海岸 位于新北市金山区 是一处因海石作用形成的海岸景观 海岸线名言数百公尺 岩石形态各异 之中有一条海石洞 被称为一线天 洞口狭窄只能由一人通过 卢市军事馆制区 直到2000年才开访参观 等一下哦 等一下哦 等一下 小心 小心 后面 小心 后面 小心 后面哦 后面还有 对 对 好 漂亮 不一会儿我们就抵达水尾渔港 把车子停在这边 再步行进去 再步行进去 来 两瓶帽子是什么 我觉得很好 潮的角度 可以 你要先醒 然后再来就拿进去 哪瓶帽子 不行 那个 那个比较大 帽子比较大 他人 体力好 所有的装备 和食材都让他一个人扛了 真是感谢 看到这样的海景 真的没让我们白跑一趟 好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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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aw 跟酒 平坚 优优独 infected 要小心 要小心 慧华 折腾 來來來 接下來要 telescop一個 三個 這個主題 有三個美景 那個石頭叫大竹台 來 石頭 小姐講 小姐講 不用不要喝什麼 小姐講 還有 有像嗎 蛋 還有蛋喔 竹台雙語 又稱為竹台語 夫妻石 也是金山八景之一 相傳是一對夫妻 因海納而分離 最後換位石頭永遠相伴 這個傳說更加天真 它的浪漫色彩 來 立方介紹一下 我們今天的這個安排 我們今天是出來騎車的 後來各位可以看到 這裡是在大海旁邊的郊野 所以我們的車子就騎到這裡來了 到了這裡來以後 我們就搭露營照片 然後這個地方是在那個 萬里的叫做什麼 紫密海岸 那這個地方是 我們今天的主辦人 小潔 謝謝 謝謝小潔 她的婚紗拍照唱首歌 所以在這個地方 有她美麗的回憶 她有跟她的夫人 在岩石上拍照 拍照 在岩石上 飛雪 然後我們今天是過來體驗一下 她說這個地方非常的美 所以我來到這裡 我們走了一段路 發覺真的是一個 非常漂亮的地方 所以今天要介紹給大家 小潔現在在幫我們泡茶 第一段是馬鹽 以前我仗人啊 她爸爸 真是爸爸也就喜歡泡茶 以前爸爸也就喜歡泡茶 好 一個是正面照 來 3 2 1 正面 左邊 好 一個是側面 不要看那裡 看左邊或看右邊 然後一個是背面 看正面 好 時間 穿起來 反正 好 好 回去決定到總運 那邊還咬了 要怎麼這麼大 小心那個會滑哦 左邊有石頭 我們大約在11點半左右出發回家 相信未來我們一定還會再回來 我們稀想完美景後不留下一點垃圾 愛護環境從自己做起 在7-11京祥門市喝完飲料降溫之後 我們便順著楊津公路往台北方向騎行 我們現在走楊津公路回台北 他們從這個養樂道下去 我就從東南北路這邊下 那今天的安排滿不錯的 謝謝藝芳還有謝謝小姐的安排 非常的好 那希望下次還有機會 我們可以跟他們在一起出來玩 人家常說人老新鮮老 人到了中年常常因為自己過去的經驗 而給許多事情掀下了定論 有人說是年紀累積的智慧 但是也有人說這是年老師去探索的熱情 其實這沒有對錯 但可以肯定的是隨著時間流逝 世間所有事情都在演變 過去不好的不代表現在也是這樣 就拿電玩來做例子好了 過去被認為是荒廢學業的元凶 政府也曾明令禁止 誰能料到它現在變成一種運動競技 連杭州亞運都列為正式項目 未來也有可能進入奧運 如果你對事物還有探索的熱情 來試試看騎車旅行吧 你一定會有很不一樣的體驗喔 我們接下來是要去那個陽明山洗溫泉 陽明山洗溫泉 陽明山洗溫泉 好久了